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一处位置有一座小山头 说是小山头 其实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山丘罢了 高不过三十丈 占地面积也只有方圆几十丈而已 这小山丘通体泛着奇特的光泽 一种温和的浴场从内部弥漫而出 辐射向四周 玉石山 血玉里面的瑰宝 它的本体其实就是一块巨大的玉石 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如何诞生出来的 但自从它诞生之后 便一直存在于血玉之中 常年被极其恐怖的玉场笼罩着 任谁都无法进入其中 一亏玉石山真貌 玉石山四周的玉场 是血玉内公认的最为强大的玉场 没有哪个反虚镜舞者敢向它发起挑战 任何敢这么做的人都已经死于非命 虽然常年被强大玉场笼罩 但这玉场也有衰弱的时候 也只有这个时候 玉石山才会暴露出来为人所见 没有任何规律可以把握 但历次血玉开启 十次当中或许会有那么一次 玉石山显露在世人的眼帘之中 每当这个时候 所有闻讯的反虚镜都如嗅到了腥味的猫 从四面八方齐聚到玉石山下 寻觅合适的位置 感悟玉石山中散发出来的神奇 这比他们闯入领域漩涡要安全得多 也有效得多 玉石山里散发出来的神奇 可以让舞者们轻而易举地集取 从而窥探到领域的奥秘 有一些原本没机会突破到虚王镜的舞者 就是因为遇到了玉石山才得以突破 如剑蒙 那雷姓老玉便是其中之一 几万年来 虽然玉石山没出现过几次 但依然没有抹消舞者们追捧他的热情 此刻 玉石山周围便围惧了上百位反虚三层镜的强者 这些人来自星域的各个角落 或三五成群或七八人一组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总共有八九个团体 敬畏分明 这些团体中 人数最多的几个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一个个将身上的气势显露出来 手上的秘宝熠熠升灰 所以冷眼望向四周 没人敢向他们发起挑衅 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 更因为他们的来头不小 而剩下的团体 以强弱之分 也占据了不同的地理位置 近百号人 几乎将整个玉石山包围了起来 虽然还剩下一些空地 但却有源源不断的舞者 听到消息 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 可以想象 这些空余的场地 最终会被舞者们全部占据 那些来得晚的 没有得到好位置的舞者 定会向弱一些的团体 发起挑战 强占有力的位置 玉石山左侧一块 不好不坏的场地 聚集了三位返须三层镜的舞者 三人中 有两个是杨开认识的 分别是前通和出身星地山的美妇 灵玉饶 还有另外一人杨开未曾谋命 此刻 三人都将一身圣缘暗暗运转 最强大的秘宝 已经拿捏在手上 形替地打量四周 他们三人来得比较早 所以占据的位置也还算可以 但是随着来此地舞者数量不断地增加 已经有人不怀好意地朝他们打量过来 似乎是在盘算 该不该冲三人下手将他们赶走 若非三人表现得足够强势 肯定无法保住自己的地盘 但继续这么警戒下来也不是办法 玉石山已经出现 那些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团体 已经开始参悟领域的玄妙 他们三人继续这样耽搁时间 也得不偿失 三人有心参悟 却不敢掉意轻心 别提有多懊恼了 前长老 杨长老和莫长老他们几个 有回应了没 三人中 一个身穿褐色长袍的半大老者 不时地打量四周 低声冲前通问道 没呢 前通缓缓摇头 有心重重地打倒 也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传讯罗盘根本联系不胜啊 宁府城主呢 你联系到了他没有 那半大老者长叹一口气 也联系不到 不知道宁兄去了何处 两人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焦急和无难 半大老者是翠微星 绿水城城主 当年杨开从翠微星离开 回归通玄大陆 前通一行五人留了下来 准备参加几年后的血液事例 绿水城这位城主也很会做人 得知前通等人到来之后 便极力邀请他们担任绿水城的客亲长老 前通等人未免引起误会 同时也是需要个落脚之地 便爽快答应了下来 这几年时间 众人相处的也还算愉快 并没有什么间隙和摩擦 血液事例一开启 他们便与半大老者和一个宁性负成主 进入了血液 众人都是反须三层镜的强者 进入这里也是为了感悟领域的神奇 以期窥探虚王镜的奥秘 当然不可能七人同行 所以大家便分散开了 前几日 半大老者听闻玉石山出现的消息 当即用传讯罗盘联系同伴 可只有前通与灵玉柔赶到了这里 阳修主 楚寒一和前天宗的墨宇 以及绿水城的宁性负成主皆无音讯 眼看着来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前通等三人自然交集一城 没有绝对的实力和人数 根本无法保住眼下所占据的地盘 不远处就已经有后抵达的武者 没能抢到好位置 不怀好意地朝这边望来 不过他们人数太少 只有两人 自然不会轻举妄动 可他们也在频繁地 往传讯罗盘内灌入深夜 似乎在与什么人达成联系 一旦等他们叫来了帮手 那便局面堪忧了 林长老 你那边有回应吗 半大老者又将七亿的目光 投向灵玉柔 后者缓缓摇头 眉毛里一片忧色 也没有 这可如何是好啊 半大老者局促不安 天大的机缘就放在自己面前 自己却没时间 也没机会去参悟 只能干等在这里 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再等半日 再等半日 若是阳长老他们还不来的话 我们 我们就离开 半大老者咬牙低合 虽然玉石山的出现 是天赐的机缘 但是他也不想将自己的性命丢在这里 玉石山这边暂时还算安稳 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 此地就会变得混乱不堪 肯定会有很多舞者为了争夺位置而大打出手 离开吗 潜通脸色阴晴不定起来 双眸里满是不甘之色 没有人比来自幽暗星的他 更期望窥探到虚王境的奥秘 若非阳开带着他离开了星宇 来到这里 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摆脱那天地法则的束缚 一辈子都没机会触碰更高层次的舞蹈 阳开给了他这个机会 如今有更大的良机摆在眼前 让他主动离开 他自然不会甘心 正懊恼间 潜通忽然神似移动 将神念灌入到手上的传讯罗盘中 是不是有人来了 绿水城城主见潜通表情有意 大喜问道 林玉饶也神似移动 美眸盈盈地朝潜通望去 潜通没有回应 继续查探传讯罗盘 好一会儿才大笑起来 不错 有人来了 是谁 是阳长老 还是楚长老 还是墨长老 都不是 潜通缓缓摇头 都不是 难不成是宁兄 绿水城城主神色一动 憨手道 宁兄来了也可以 他实力不弱 也不是宁兄 那是谁 绿水城城主恶然至极 潜通一行也就是五个人啊 如今有两个在自己的身边 来人也不是剩下的三个 这让他顿时迷糊了 林玉绕也一脸不解的神色 忽疑地望着潜通 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潜通呵呵一笑 看了一眼林玉绕道 杨开来了 林玉绕美眸一亮 惊喜交呼 宗主来了 他怎么会在这里的 他不是返回故土了吗 我也很奇怪啊 潜通呵呵笑着 老怀大卫的样子 可能是他及时赶回来了吧 他当年离开翠维星的时候 不是说若是时间充足 他可能会赶回来的吗 潜长老 你没弄错吧 确定那是宗主的回应 这种事 我怎么会弄错 潜通不迭地摇头 老夫虽然年纪大一些 可也没老糊涂到这种程度吧 这太好了 灵玉绕雀跃起来 一脸欢心之色 宗主来了 事情就好办多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话语中近漏对杨开的推崇 绿水城城主虽然不知道杨开是谁 可见他们如此表情 也知道定是来了个不得了的帮手 紧张的心情回之一松 也笑了起来 目光看向灵玉绕道 灵长老 能不能跟本城主简单说一说 你们这位宗主 老夫与他素未谋面 待会儿见面了 可不能太失礼了 灵玉绕的实力如何 半大老者心里清楚 比起自己绝对要强大一些 不但是灵玉绕 潜通一行武神 似乎比一般的反须三层镜 都要强大得多 他们对氏的理解异常深刻 他们的圣缘也极其雄浑明厚 最初半大老者不太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接触久了才知道 潜通等人出身的那颗修炼之星 有神奇的天地法则约束 让他们无法晋升到虚王井 只能在反须境这个层次上 苦苦磨礼 所以他们能在反须境 这个层面上修炼到极高的程度 超越了其他修炼之星的反须境 凡事一饮一浊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能被灵玉绕这样的强者 称为宗主的人 想来比灵玉绕更加强大吧 只怕是半只脚都已经踏入到了虚王井的程度 绿水城城主想当然地这么认为着 这样的强大帮手到来 绿水城城主自然喜不自胜 嗯 该怎么说他呢 灵玉绕面上不禁露出了一抹为难的神色 表情古怪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的样子 说也说不清楚 等会儿见到了他之后 赵兄就清楚了 全通在一旁笑着 仿佛也觉得光解释是没用的 杨开不能以长离揣渡 这样啊 也行 半大老者轻轻点头 并没有强求 反正一会儿就能见面了 现在问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赵兄 前某得提前告诉你一声 这位杨宗主有些人不可冒相 前通似乎随意地叮嘱一句 人不可冒相 绿水城城主眉头一皱 神色茫然 不知道前通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来了 前通忽然神色一动 低喝一声 抬眼朝某个方向望去 绿水城城主一听 连忙抖擞精神 准备以最佳的状态 来迎接那位强大的帮手 一道身影从极远的地方飞驰而来 速度奇快无比 前通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人影还远在天际边 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 但是前后不过三细功夫 一个身形英伟的青年 便忽然出现在了 玉石山前方的不远处 杨开这边来 前通扬声高呼 玉石山四周 无数舞者朝他怒目相识 前通不禁干笑一声 意识到自己喜悦过了头 有些太引人注目了 连忙低调起来 赶到此地的杨开 先是看了一眼那巨大的玉石山 墓中闪过了一丝亚然之色 这才身形晃动 来到了前通等人面前 热情地打着招呼 前长老 林长老 见过宗主 林一饶连忙行礼 杨开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用这么客气 恶然问道 怎么就你们两人在这里 其他人呢 联系不到 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前通无奈笑道 你从故土返回了 嗯 杨开点点头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正好碰到血玉 试炼这等盛事 我还真怕你赶不及呢 前通大笑着 能来这里也是运气 杨开随口答道 没有说太多 他能来到此地 确实是运气 他去地尘 也不过是为了 见扇青罗而已 并没有想到 能从地尘来到血玉 说话间 他看了看 绿水城城主 胡怡道 这位是 哦 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这位是绿水城城主 赵天泽 赵兄 赵兄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那个杨开了 赵天泽正正地望着杨开 表情怪异到了极点 自杨开一出现 他就在审视对方了 毕竟前通与林玉绕之间的谈话 可是极大的抬高了杨开的实力和地位 让赵天泽对杨开的到来 抱以相当高的期待 他以为来人是个反须三层镜的顶尖高手 他以为来人绝对要比前通和林玉绕厉害得多 可又一见面 赵天泽就发现不对了 来的这家伙 居然是个看似年纪不大的青年 这也就罢了 偏偏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竟然只有反须两层镜 赵天泽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 不断地拿神念扫视阳开 三番两次 这才确定 对方真的只是一个反须两层镜 他郁闷地几乎吐血 期望越大 失望自然也就越大 这一刻 赵天泽总算明白 前通之前说的那句 人不可貌相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是指这个 一个反须两层镜能干什么 就算是有越阶作战的能力 可也不能左右得了眼下的局势 他的到来 对大局没有太大的帮助 只能勉强说是多了一个帮手 赵天泽的心情 一下子变得失落起来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